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计算一下燃料的效能系数 我发觉原来我们地球上普通的化石燃料的效能系数 是不足以一级形式去推进了整个火箭上去的 所以一定要上到差不多 掉走一些无谓的质量 尽可能做得到最后只有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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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这样才行 这就是一年半只需要算的数 腹岛对导弹派و也会这样的测译 会的 会的 最初一分钟成功地慢慢上升 但是你会立即发现第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它那个火箭的屁股底 其实不是一大个噴嘴就一支火箭上升 就等于将33支烟花扎在一起向下噴 其实是由33个引擎 一个燃料缸就通向33个引擎 那三个引擎一起点 然后上支向上推 为什么要分33支小 因为他们发觉那个大小的尺度 给出来的推力的效能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宁愿将33支小的东西集在一起 就不是做一支超级大的东西出来 因为是计算成本效益 令到那个燃料给出来的推力效能更加好 好了 33支怎么分布呢? 有20支在最外围 一个圆形围住 再有10支在第二个内圈 然后最中间深深有三支 这样33支 火箭一射上去那一刻 你发觉有三支是不穿的 你直接在头十几秒就会看到 因为在画面的左下角 他会展示给你看到33个洞 哪个是不穿的 有三个已经是不穿的 去到第四十秒的时候 有第四支不穿的 再上去到1分20秒左右 有第五支不穿的 中间还曾经试过 我如果没有记错还有第六支不穿的 后来不穿之后又穿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 大约一直到尾林爆之前 五六支不穿的 也是会有 甚至乎到了三四分钟 他有一个镜头 专门拍着火箭的屁股底 就是那个噴射的位置 你会发觉中间有些缺失了 崩了的位置 就是你原本全部 那个火箭运作的时候 噴出来就有很多 白色的光 好像开了灯 闪光的亮灯 这样的效应 但是你会发觉有些位置崩了 你数不齐三十三支开亮了 其实这个 这个很容易就是 行外人都会看到 似乎有些问题 好了 他的形状有些崩了 你很容易联想到 他的推力不得对称 是 即是说他一路上升的时候 就不停要靠修正系统 来帮他去尽量维持着 那条对的方向 不一定是直线 总之是要继续着那条线 一路上升 即是中间会经历那些喘流 将他拔掉 可能一些推力有点不均匀 他会有个自我修正系统 你会发觉 初段的时候 自我修正系统 一直都有运作 是 按照他原定的计划 大约两分半至三分钟左右 要是 第一节和第二节分离 但是这个分离没有做到 似乎这个分离没有做到 也是我估计 我现在纯粹自己估计 他应该是 认为 不适合做分离 所以没有触发 而不是说想分离分离不了 因为这件事就是这样的 你怎样才会放心地分离 让另一节继续去呢 就是你要首先下面那一节 带了去一个正确的轨道 是 即是说如果开头的轨道 都没放得正确 这个角度没放得正确 你肯定掉的时候 你最后可能出现了 原本是一支不受控制 变了两支不受控制的东西 对 那就变了一个麻烦 所以在他的计算上 就是说那个偏离如果太大的时候 就宁愿不要分离 就是应该他要有这样的设计 然后呢 但是 问题就是他不分离 你下面那里的燃料 噴得越来越少 头重 尾轻 所以最后那个 不受控的幅度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见到他去到后期 三分几四分的时候 就已经 哇 又上下左右 好像过山车那样去飞了 不是很快 但是很慢 这样的大底上又调头向下 又向上这样的 接着中间还有是那三十几支火箭 又是多 有五支六支 又一直不着 到了最后就是说 他那个下面 负责推的火箭 原本不是如你背着重野飞那么久 那些东西都差不多 都扔走了 所以他最后就是 他最后会留回 原本是要留一点点燃料 让他很安定地下来 降落稳定地下来的 他这一步都没有做到 他还是背着前面的东西 所以他背着前面的东西 到了他的稳定性 就是他的稳定性已经被破坏了 头重尾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摆动越来越高了 他的自我修正系统越来越修正不了 就是他某个很小的范围去修正 但是当他的 超过了极限 然后原料本身也不够 还要是原料烧的时候也不均匀 整个形状不对称的时候 那么失控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到了最后 他开始还要垂下来的时候 他就有个自我触发毁灭系统 当他没碰到地面 已经达到某一个位置 也都知道自己 不可以去控制到的时候 他就自爆 所以四分钟的时候 那是一个自我触发的爆炸 那是一个自我触发的 整件事都是自我触发的 也是能够控制得到这件事 不是一种失控 不能控制 意外的形式 他应该这么说 不是完全自我触发的 总之就是他遇到有些情况 等于你发明了一架电梯 我不知道那个电梯 是不是真的可以载到这么多人 上上落落 但是我发觉现在那个电梯 条纜均匀了 但是那个刹车系统 和我都照样停了那架电梯 然后就没有伤害人 这次就是他的自我刹车系统 就是知道如果真的有些 撞到地面是危险的 就宁愿他没去到地面 某个位置 就自我触发 就毁灭了 而且中间还要保持 就是不要乱乱把前面那一架 放出来 就是未确定到轨道的时候 就不要乱乱出来 就反而会是安全一点 但是这里我就不是 就是说到好像我有耐磨料 其实不是 但是一个照上 一个工程上的设计 合理上 就是地去理解 现在似乎就是游去的动作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就是 起码我会比较有信心一点 那个自我触发毁灭系统 用来保护地面人类生命财产 那一套东西就能够做得到的 是 起码能够做得到的 你今次不试 你迟些也要试的了 就是这套东西 另外中间 那个修正的火箭 那个位 如果有时突然间歪了一点 它是否能够做得到的 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之内 似乎能够做得到的 而且还要在一个 史无前例推力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能够做得到 而且火箭也是已经 冲破了阴障 超了阴速的情况之下 已经过阴速 都能够做得到 所以我们看到 似乎那个自我修正系统 都有一定的理由 相信它是有生效的 最大问题出的位会是哪里呢 纯粹我自己 到时 看看它公布的数据 我猜中多少 猜错了多少 就是 它开始没办法保证 所有这么多支火箭 都能够做得到 而且 它33支 如果一两支不着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现在是去到 五六支不着 还有一支开着着 似乎就是 有一个比较麻烦 就是有一堆麻烦在这里 而这个麻烦是触发到 后面一连串 不能受控的那些现象 正正就是因为 它有多了几支不着 推力不对称 增加不稳定性 而不稳定的情况 比想象中更加早来到 于是令到 火箭分离的那一步 不敢做 不能够摆入预定轨 在这个安全 不能够足够准确地摆入预定轨 所以就不敢去分离 所以最后索性爆了就算 至少你就可以试到了 因为在以前 其他经验里面 我们没有试过用这么大推力的东西 走这个速度 这样去推上去 所以以往的数据 就算你在电脑里做个模拟 做得多好也好 实际上可以会有不同 所以这次是要取得这个数据 最好是取得什么数据呢 就是当这个火箭突破阴仗之后的数据 相信已经取得到了 这个数据 然后就再提一提 究竟那个火箭分离那里 是不是就是说 好像 陈志宏说得 好像那么伟大 他宁愿不分离 还是想分离分离不了呢 这个我纯粹推测 这个就要看他最后 当时的数据是怎样 因为以我看他应该去到 两分多钟到 差不多时间 他也不太能够将它 放入预定轨道 在这里 跟大戏的商户作用 有没有一些以往的经验 是不知道的呢 有些突如其来的情况 相信这个数据也都拿了下来 是 所以我就会说 他们有得着 起码 如果他是太早 来地面 在地面就爆 或者来地面太近的距离爆 都是比较 就会失败多些 现在他好像上到来地面34公里 是 34公里就 就是这么说 你普通那些这样的侵察机 其实都飞到这么高 是 但是都已经假假地 过了 对流层 上了平流层 那 都叫做拿到一些 在平流层 这个飞行的数据 就是拿到下来 所以在这里 大约就是说 这四分钟发生的那个时中间 其实 可以遇到什么呢 可以拿到什么数据呢 就是由这里我就会明白多一点就是说 SpaceX的工作人员 就是他们开心 是开心的位置呢 可能自己负责的部分 是能够的 证实到了 而且也都 很清楚 就算不够的那部分 我们已经很容易 在一个这样的示威里 看到是哪个部份 哪个部门的人 要做多一点 所以他们就很快已经有个答案在这里 当然也是他的老板做的期望管理 我估计在最初也是说了 这次 不在起飞那里爆 你们就拍手掌的了 可能就是这样 整件事可能都在他们预算的范围以内 可能相信 可能他们会不会用错率 就是他们计算的时候 算是 就是说33支火箭 虽然就说5、6支 都在说动力的剩余 大概是8成左右 8成的动力 他8成的动力 给出来的动力 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多了 是的 不要忘记他抛离那支 土星5号是7倍的 这个就是正正我们要带出 可能是最后一条问题了 其实这件事上 你觉得对中国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相信绝对是有的 应该是 比较中国的长征火箭计划 如果未来中国设计的在货能力最高的长征9号火箭 就是2028年预计 2028年做好测试 它的推力是去到6000万牛敦级数 比起这次SpaceX的7500万 比较低 是 但是也很厉害了 但是在说2028年 而且还不是那种可回收息 是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距离在哪里 大家还要留意着 数个月后 SpaceX由试射 是 那次我们预期了 有了这次的经验 你就更加容易知道 下次应该以什么 为成败的标准 它可能都会爆 但是会不会比这次更多一点呢 已经是 还可以去 还可以做远一点呢 是 所以就这次 这个Starship launch 我相信 不只是看它最后的成功点 或者那个失败的地方 而是它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SpaceX是学到多少东西 收集到多少数据 就是为了这个project 一路加油加火 以及就可以跟到这个计划 可以令到来到可能探月 或者探火星的计划 就尽量跟回那个计划去做 整个project的manage 就是我们不只是看今次的这件事 是整个project的manage来说 那个进度其实看起来都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们就再期待 几个月之后 接下一次的Starship launch 到时 又有什么过瘾的东西呢 我们又找陈博和我们一起去做一个分享 好 这一节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支持我们的 包括 可以加入我们的Patreon 座阳也有棍木老虎 也可以看广告 还有记得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之余 记得按赞 按like 和share给朋友 好 我们就在其他的世界防御消息 或者挖难战步 就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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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